关于未来国家公园有可能这个收费 那么上次您开宗民意的报告里面开宗民意提到 这个是希望能够这个收服使用者付费 是 那么您记不记得我在去年曾经跟您质询过 针对这个题目 就是说关于我们对于国家公园的油气的承载量跟环境负荷的评估 那么我能不能跟您请教 从我上次跟您质询完之后 您也觉得我所质疑的有道理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国家公园的承载量或者环境的影响 其实都没有适当的评估 那么我能不能跟你请教 从我咨询之后 你们有没有做了其他的新的评估 有 能不能说明 细节我是不是请叶书长来跟你说明 谢谢委员的提醒 从去年委员咨询以后 其实有几个国家公园 尤其是墾丁跟阳明山 因为这两座国家公园游客是最多 那么他们做了游记承载量 那这个是 我记得是台大一个林彦州林老师做的 事实上是有做这些研究 好那我给您请教 那么部长我给您请教 我们的目的啊 这个政策手段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要收钱 或者是要有效的控制 这个承载量 跟对于环境的负荷 能够降到比较低 我想是 主要是针对对环境的负荷 然后另外就是说 可以提高这个观光的品质 收费只是一个手段 收费只是一个手段而已 那我给您请教 对于您在报告里面所提到的 各国家公园 未来你们规划的收费据点跟路线 那么你们提到 对墾丁国家公园 玉山国家公园 杨明山国家公园 泰鲁阁学霸 那么包括金门国家公园等等 这几个希望能够来建立收费据点 是 譬如说我这样给您请教 泰鲁阁国家公园 你们所针对这个泰鲁阁峡谷的地区啊 对 要进行收费 你们现在 对于泰鲁阁国家公园 你们觉得合理的 休憩的承载量 是多少 这个可能是所长 呃 根据我们的 capacity的调查 还有 就是只有这个中恒公园 原件大概在 呃 五百万到六百万 我说一整年啊 大概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 合理的 是 泰鲁阁国家公园呢 是 不是你现在跟我讲是中恒公路全线 是不是 对就是指这个区域啦 就是一直到和欢山 一年是五百万到六百万 是的 一直到和欢山 是 路克不会到和欢山啊 对 路克大概都集中在九七洞跟 对 所以你们现在 要收费的部分 也是在这个部分啊 没错 泰鲁阁峡嘛 就在 所以我要问你说 你泰鲁阁峡谷 你一年合理的承载量是多少 我就大概五百万到六百万 五百万到六百万 那现在一年 这个地方的游客是多少 大概 四百 现在就只有峡谷 对啊 当然了 三百六十万 那你如果这个峡谷合理是 五百万的话 你现在才三百多 你为什么要收费了 你有没有搞错 你刚才讲的数字啊 那个 呃 跟委员报告 因为 因为他那个 这个 比如说如果三百六十万的话 他这个数量是非常集中的 他有两个十点 一个是早上的十点到十二点 一个是下午两点 所以你们应该要做的承载量的 的这个评估 不是全天 不是全年 而是这个地区 他在头一个时间 他容许多少人在那边嘛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做 呃 这部分确实是 如果分十段啊 分十段 因为你的讲法是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 他的客量集中嘛 对 集中在某些时段嘛 是 所以某些时段 到底多少是合理的 你们不知道 不 就是说 如果以太鲁阁为例 当然了我现在也太鲁阁为例啊 他就是这个就太集中了 或者我问你嘛 那多少是合理吗 你不要跟我在那边讲太 我也知道太集中啊 那你们定政策都用想象的 都用猜测的 都用感觉 说这个好像太集中 好那我问你 第一个 你不知道 在 瞬间多少人涌入 他的承载量 的极限 是合理的 是他 不会影响到他的环境 冲击不至于太大 这个第一个你们不知道 第二个 你们现在要收费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政策目的 你希望你的收费 能够把它降低多少 你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部长我给你请教一下 好 你们现在抓虾 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现在没有任何的 我先重申啊 我认为 收费的手段 如果可以 有效的控制承载量 如果可以降低 对环境的冲击 那我绝对觉得这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共同同意 这个收费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控制 这个油气的承载量 那你们现在 搞了半天 坦白讲搞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了 但是问题是你们现在马上要做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政策手段 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你不知道 你现在的这个政策 它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控制 它的 你怎么去评估 你也不知道 那你这个政策未免太荒谬了吧 我想控制承载量是一个目的啊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像刚刚讲的泰鲁哥 其实在大量的 极短的时间 游客涌入 其实需要很多的人 来做维护的工作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是 我一再强调 你们做任何的政策 它总有个目的嘛 你总要能够有效的被评估嘛 你不能说 好了 现在人太多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收拾 好像现在人变少了 人太多 多少叫太多 人变少了 少到什么程度 是我们的目的 你们都不知道嘛 所以 我现在定这个价格 是不是 太低 我一段时间之后 我可能考虑要调高 因为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目的 你总要有一个 可以做政策评估的标准嘛 是 我想跟委员报告好 以目前定的这个费用 其实人数并不会降下来 因为其实你说大陆的路客啊 外国观望客 那就是 那我就搞不懂了 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 希望 以价质量 现在告诉我们说 不会降下来 那你收钱干什么 以价质量 以目前这种收费 是不太可能以价质量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政策的手段 根本你自己是说 我达不到那个目的 那你推这个政策要干嘛 推这个政策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经费 雇更多的人把我们的 所以你一开始我问你说 你是不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控制 油气的 这个油气的总量 那是目的之一 并不是主要目的 所以你看 我一开始跟你问 你说是 所以现在又变了 蛤 现在又变了 所以你现在从头到尾的目的 你现在又给我改成说 你现在是为了要收钱 从头到尾的目的 是希望我们 我们有更多的人 所以你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共同承认 这样的一个大量 对环境造成 这个环境它难以承受的负荷 除非你觉得我们现在太鲁阁这样的瞬间爆量 对环境没有影响 否则你应该要做的事应该是有效的控制 你如果收钱没办法控制 我就必须要接受预约 我预约我控制总量 对不起 今天的量就是这样 超过这个量我就不接受了 现在有没有哪一个风景区是这样做的 跟委员报告 其实刚才我提的 你现在有没有哪一个风景区去设定上线的 我跟 你知不知道吗 有没有吗 我记得湖山植物园是它有capacity 每一天 它有一些 现在 阿里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 从3月1号开始 设定上线啊 那不是你们国家公园管的范围啦 那是林务局的啦 跟委员报告一下哈 就是刚才委员提的 收费 所以 你说 我 我要 我要搞清楚你们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说过 我赞成要收费 可是那个目的 绝对不是为了收钱 而是要在 我希望透过收费的手段 可以控制总量 如果收费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总量 我就必须要直接管制 所以为什么 阿里山的 这个国家森林游乐区林务局管的 它从3月1号开始做了 你如果觉得玉山 不应该那么多人 你觉得太鲁阁不应该那么多人 你就直接管制啊 那你现在 你现在的状况是 我为了要收钱 我要赚观光客的钱啊 其实大陆的观光客啊 比例上都还是少数 主要都还是国内观光客 我就为了收钱 我不愿意牺牲 我可以收钱的机会 所以我不去管制人数 现在只有林务局在做啊 你交通部也不做 内政部也不做 内政部其实是做得最差的 国家公园 应该受保护的强度最高 但是内政部做得最差 你今天过来报告 还在告诉我们说 没有办法倚架质量 所以今天要收这个钱的目的 讲起来很好听 就是我要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是你也承认啊 除非你告诉我 你觉得现在太鲁阁那个状况 是健康的是合理的 那个瞬间爆量是不应该被控制的 你要不要告诉我 这个部分 呃 我 我不晓得 因为你们都不知道嘛 因为你们通通都没有去做 环境承载的研究嘛 委员 包括委员 你们是有管制措施啊 只是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比如说从里型社我们做分流的计划 就是他 里型社 效果如何 效果 你们所谓的分流计划 效果如何 可不可以请曾处长说明一下 我告诉你们 你们到现在 做的国家公园的 油气承载的相关研究 除了我上次要求之后 你们有两个有做之外 其他太鲁格就是2010年做 除了那两个之外 最新就是太鲁格2010年做 其他都没有了 你们真的是太 鬆散 也太轻率 你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 你现在没有办法告诉我说 对太鲁格 环境的承载是不是过重 阿里山国家公园 环境的承载是不是过重 你们都讲不出来 你们都是感觉 你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市政怎么可以靠感觉呢 你基本的资料都没有建立阿 所以 我的建议是这样 这个收费 应该要做 但是你必须要全面的 去建立政策目标 政策评估工具 政策评估标准 然后 才可以做 部长你们做得到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答应我了哈